李公公请 李公公 您是见过皇宫玉秀的 跟这杨柳青年画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皇宫的玉秀啊 那是富丽堂皇 高贵典养 这个杨柳青的年画嘛 那是粗犷质朴 民风民俗啊 公公说的极是啊 本府倒有一笔 这玉秀要说是大家闺秀 这杨柳青可就是粗食丫头了 知府大人您的比喻太妙了 知府大人 这次酒席上的事真是对不住了 不过咱家已经狠狠地处置了那个丫头 是要处罚 不然有失公公您的威望啊 大人 李公公已经把她关起来了 罚她没饭吃 真给咱家丢脸 李公公您别生气 气坏了身体 怎么带我们进京城呢 这位绿珠姑娘 倒是挺温柔体贴的嘛 可惜咱家没有福气 有这么个女儿啊 李公公 认个干女儿也不错嘛 女儿见过干爹 好 今天 由知府大人作证 我就认下你这个女儿了 谢谢干爹 你们还在撕过呀 好了好了 快来 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了 来嘛 来嘛 怎么样麻花呀 好香啊 是大麻花呀 绿珠是你买的 是我干爹 你干爹 谁是你干爹啊 踩踩看 这我们哪儿猜得到 快说呀 你快说呀绿珠 是李公公 李公公 李公公 真的吗 你们拿去吃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姨姨 你以后跟着我 也会有福气的 不要学那个蓝星 跟我作对 对了 说到蓝星 她去哪儿了 她呀 被关在杂物仓了 嗯 看来你熬得很呢 是不是饿得还不够啊 嗯 你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你看我 嘴里吃的是什么 是天津的大麻花 是干爹买给我的 知道我的干爹是谁吗 是李公公 你敢不理我 好 我让干爹再有你三天三夜 哼 沈莱昕啊 说 谁给你送的池子 说 谁送的 说 来人呢 把他给我拖出去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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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住 裴子洞 别多吃啊 那是那个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他淋雨了,受风寒了 哎呀,这个小得子 他,他怎么敢动用私刑呢 我一定要好好的惩罚惩罚他 没事吧 李公公,快到京城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来就是通知你们大家的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明天晚上到京城 后天,你们一律换上绣女的衣衫 一早进宫 一早进宫 奴婢给真主子请安 不必多您 来 淳源 你看 我怎么也绣不好 真主子已经绣得很好了 你要是觉得还不敬意 那不是针法的问题 而是 是什么 是心情的原因 是啊 是心情的原因 你说 这刺绣吧 明明是为了姐妹的 可是现在 我的心 静不下来呀 又怎么能绣得好呢 淳源知道 柱子的心静不下来 是为皇上担忧 淳源 只有你最理解我了 为心变法未遂 皇上被太后 聚在了营台之上 直迟 天涯 杳无音讯 让我真是寝食难安啊 真主子 奴才打听过来 皇上的身体还好 只是 只是什么 皇上忧虑 事事动荡 所以 心境差了些 他心境当然会差 皇上一有心事 就彻夜难眠 如今 时局这样动荡 他一定会焦虑 忧愁 他一焦虑 心情就不好 心情不好 身体就会差了 有谁来照顾他呢 有谁来挑衅 他的身体呢 真主子 您别担心 皇上那儿 有御医条理的 那些御医 哪个不是看太后的脸色行事啊 完全是敷衍了事 不行不行 我要去见皇上 淳于 我要去见皇上 赵公公 赵公公 衣服换好了 你可以进来了 现在是 现在是公公们换岗吃饭的时候 所以比较疏忽一些 那皇上哪儿呢 柱子您放心 皇上那儿我已经打点好了 我们走吧 走吧 对了 对了 赵公公 还有什么事啊 传元 还要委屈你一下 委屈 怎么样 好 跟我同学 快去旁回 我先去了 我先去了 皇上 朕妃 皇上 朕妃 皇上 ₁ 还是 我先去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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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 把皇上 请出去 折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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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的眼睛 天下还有你不敢的事情 你不就是依仗着皇上宠你 天天给皇上灌迷魂汤 扇枕头风出坏主意 我本以为 把皇上囚禁在营台 让他好好思过 我没有想到 我想不到 你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韦 再来蛊惑皇上 太后 太后 我只是思念皇上心切 前来探望皇上 我不曾敢蛊惑皇上 还敢顶嘴 你这个狐媚儿 把那个刘衡给我带上来 刘衡 我把皇帝交给你看管 你不但不尽责 反倒还闹出如此之大的祸端 拉出去 乱滚打死 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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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妃啊 你换上绣娘的衣服 打通了刘衡这个环节 这些金星安排 一定是你跟你身边的太监 和那个绣娘串通一气 来人 在 把那个太监和那个绣娘 给我带到这儿来 是 在这儿呢 走 赵全福 你说吧 禀太后 全是奴才的主意 奴才见真主子思念皇上 寝食不安 就出主意 让真主子穿上绣女纯元的衣衫 去迎台见皇上 绣女纯元不愿意 奴才便绑了她 太后这件事 是奴才一人所为 要罚 就罚奴才 赵全福 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规矩吗 我要不是念你十几年在宫里 一贯勤勤恳恳的份上 我非杀了你不可 拉下去 赏五十大板 八配禁房 是 谢太后 我非杀了你不不意 我都不赶紧 我都不赶紧 这事 是 欧琴 他 有 你不赶紧 我念你是无辜的 送回玉秀坊 谢太后 朕妃 你违反公规擅闯禁地 气眼嚣张 你违反我朝廷多条戒律 从明天起 幽禁北三所 韩燕阁 不得擅自行动 你违反公规擅自行动 真主子 该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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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画 真是一幅明不许传的好画 老佛爷 奴子为了这幅画 那可是耗尽了心血 先是这买家 他从左膝藏的不肯见我 后来被我截住了 他又说 这是祖上传下来的 要大价钱才肯出手 没法子 奴才是一步步 奴才能够 奴才能够抵押了 啊 徽宗是宋朝最有才华的皇帝 书画慈父样样精通 这是一幅瑞鹤图 那是在元宵节的第二天 他在宣德门的城楼上 看见云烟缭绕当中 飞着一群白雨红顶的丹顶鹤 盘旋飞舞 争鸣鹤应 立刻龙颜大悦 就在细绢上 把他画了下来 有意思 不过这皇上光是专心画画 他还有心思临朝听证吗 宋徽宗治理国家无能 后来金兵南下破了汴京 还当了俘虏 最后呢 渴死他乡 要是早知道这样 他应该去汉陵院 他又何必当皇帝呢 这话是你该说的吗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老佛爷 奴才的意思是 当皇帝应该以治理国家为重 没错 可是有的皇帝 就是愿意听信禅言 听信那枕头风 搞什么变法 变到我的头上来了 还想要我的性命 你说说 我不整治我们大清的朝纲 行吗 老佛爷圣明 你把这张画 送到书画库里 好好地给我藏着 喳 老佛爷 老佛爷 姑娘们 你们进入皇家玉秀坊 就要开始过跟往常完全不同的生活 宫里头有很多的规矩 你们必须要遵守 不准随意进出 不准高声喧哗 不准懒惰 不准品行不端 皇室的秀品要求都是极高的 所以你们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秀意 必须互相彼此鼓励 请问太医 他要不要紧 他身体太虚弱了 不过没问题 我给他开个方子 煎熬后再服 过两天 他就会康复的 嗯 我给他开个方子 煎熬后再服 癥缀 我需要 就会康复 冲 我叫素素,也是刚进宫的秀女。 谢谢你。 我现在在哪儿? 你已经进宫了。 现在是在玉秀芳秀女的寝屋里。 我想起来了,那天,顾翠凌讯化,我晕倒了。 你呀,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了,我是天天盼着你早点醒来。 好了,你终于醒过来了。 素素,谢谢你,你每天这样守着我。 谢什么呀,你看,我的床啊,就挨着你的床。 我们的秀座也挨在一块儿,所以呢,有缘相识相伴,理应互相照顾才是。 对了,我帮你熬了点粥,你先喝点粥再喝药,好吗? 素素,你真好,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我先帮你去端粥,啊。 练习,你现在的优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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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生病还是装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兰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兰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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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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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乘客机统 蓝芯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太欺负人了 哪有这样欺负人的 你倒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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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夫妇 中国夫妇 好好好 参见嘉林可可 都起来吧 谢嘉林可可 杨先生 想学中国功夫吗 行 过来 你怎么样 快起来 有没有摔疼啊 没事吧 他是我请来的客人 对他客气点吗 哥哥恕罪 嘉林不用怕 如果要练功夫 那就不用怕摔跤 他们的功夫好 我再将你两张 你要死 像是这么重 那洋人蛮可爱 洋朋友 你要学中国功夫吗 我教你 还有我 我们教你 那太好了 那我应该教你师父 师父 卑士宁徒弟 又厉害 背图 你要学中国功夫吗 得交点学费 那可以 那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脱鞋 不是脱鞋 新鞋 鞋 新的鞋 新鞋 新鞋 哎 素素 给谁做喜点呢 我猜 应该不是给你爹吧 我爹啊 早就死了 我是在给他秀 他是谁啊 一个 我喜欢的男人 嗯 我知道 一定是你们老家的吧 嗯 我们啊 是一个村子里的 从小一起长大 他对我啊 就像对自己亲妹妹一样好 有谁欺负我 他就跟谁打架 可是你进宫了 那他怎么办呢 他也在宫里 他也在宫里啊 嗯 怎么回事啊 去年 他被招入宫当兵 所以啊 我就想尽办法 进宫 这样我就可以见到他了 哎 他长什么样啊 我告诉你 哎 哎 兰西 你有喜欢的男人吗 有 他就传明 是我们镇上 最有名的 姑秀方的大少爷 可是 他一点少爷的架子都没有 我 对我很好 也很爱我 那 那你进宫了 他怎么办呀 我三年之后就可以回去了 我就能见到他了 你 你根本就没有用心磨 真体不匀 真心不力 代表你磨真的时候心不在焉 不老爷说 不是 不再离开